好的欢迎回来我是狗头骑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衣服换了已经 终于不用被你们吐槽了 不过还是连帽衫啊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将会是一个叫做 机甲对决的格斗游戏啊 是我们国人自己做的 那他现在目前仍旧是在封测 我也是很幸运被开发人员挑上了啊 还让我来评鉴一下这个游戏 当然并没有让我做这个视频广告啊 这个视频绝对没有任何的广告成分 因为他游戏到目前来说 还没有到一个发售阶段 很多东西都是不完善的 拿出来给我的话呢 也是给他们去挑毛病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最多最多要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挑毛病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顺便夸奖一下 对不对啊 别人这么看得起我 都挑毛病的话也不太好 OK那我们拿到游戏的第一步呢 第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对格斗游戏不了解的人呢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就是从这个训练模式开始 他在这里训练呢也是分为基础 这个中等然后高级 我这边刚刚稍微试了一下 反正我们就全部从头来过 OK 那我们就从这个移动跳跃开始进入游戏 那他的人物整体的建模呢 我感觉还是挺精致的 虽然不知道到底用的是什么引擎 至少我觉得看起来还算不错 然后他上来给了我一个手机的界面 他告诉了我 这个游戏将会是在手机和PC的双平台 那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游戏的话 可能在我心目当中 第一个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一个输入延迟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说是做这种多平台的游戏的话 他会有一个输入延迟上的问题 那我现在也确实是稍微有感觉到 他的一个移动上面呢 没有像打结把那样那么丝般顺滑 就是我按下方向键以后呢 他会有一个小小的延迟在里面 所以走路的时候 可能不会像我这么随心所欲 好了那第二步的将会是一个攻击的演示 攻击的话他这边是分轻攻击和重攻击 并没有这个中段和上段 也算是一个 可能是相对比较简单类型的格斗游戏 他一开始的话是这样 我是这样理解 因为如果不做下段的话 双方应该就是纯只有闪避跟这个 攻击之间的一个区分 当然防御也可以 如果对手一套打完 那你防住的话 应该是可以抓对手的一个败招 这个东西我会在后面去看一下 测试一下 那现在就是他提示我要防御 那这个游戏的话防御应该也就是拉的后 OK那我这边是拉的后 就防住了对手的进攻 不知道看起来这个 防御会消耗能量 那你要注意就是消极的防御的话 是有可能会被破防的 那这个游戏目前来看 他没有克金的这个成分 我是说在游戏的角色能力方面 没有克金的成分 如果说游戏的能力方面有克金成分 这个游戏我也不会去做评测了 我就直接打广告了对不对 OK那这个现在击败我的敌人 我现在只需要把他给放倒就行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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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式的吗 我这边可以搓招吗 好像好像他没有提供搓招的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随便删招两次 不能不能乱讲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OK现在我是获得了一灯对吧 游戏规则采取三局两胜 三局两胜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可斗模式 那这边是提供一个冲刺按钮 冲刺按钮的话是按B 就是在对手攻击快接近的时候按B 那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这样躲过对手 我就这样无限闪 他会拉到这个距离 攻击 好像蛮难的 因为他输入时机会有一个出招的延迟 所以我不得不提前去出预判对手的一个出招 你很难说通过看到对手的一个出招去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用摇杆的关系 我用看键盘是不是会更加丝滑一点 我这边不能动吗 快速倒地时可以弹起身 那弹起身会不会消耗能量 不消耗能量 这角色我怎么感觉有点像 那个 那个啥 我前两天玩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魂之利刃里面那个大胖子 无法防御时点击 这里有个按钮 MF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干嘛 击飞对手 这个就是被对手打中的时候 强弹 那你需要消耗非常多的一个资源 要消耗整整四个 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常规的应急手段 非常规的应急手段 就当你被对手打的有点惨的时候 你去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OK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高能必杀 学调比较低的时候 闪动可以消耗五个能量 还有这个 按住下按这个就是高能必杀 这个名字也是 蛮简单的高能 有点有点有点这种玩恐怖游戏的感觉 按住下和高能键就可以放出必杀 这个大招也是蛮苦游戏的 但是为什么动画 他是最后定格了一下 用尽一切手段干掉你的敌人 OK那其实一一开始开发人员告诉我 这个游戏有取消系统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取消 我现在就爆能量爆料了 这游戏不能跳的吗 我我我我不能跳吗 为什么对手可以跳 然后他跳跳跳是不一样的按键吗 我知道我暂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反正我现在可能不太不太好操作去跳 我先把他对手打死 说不定一会儿会开放 给我可以跳活的怎么样 为什么我不能跳 他对手明明跳的很欢啊 然后我只能在地板上战斗 是因为我角色的关系吗 应该应该不太像吧 OK首次启动检查列表 前往竞技场 前往竞技场 我这边是Normal 这边还有一个反击系统 我们就这个继续往下去看这个教学的系统 诶 OK那当我们成功防御时 可以通过防御反击将对手击飞 了解一下 就是先要拉防 对吧 你们一定要推到版本才可以打的嘛 拉后然后点击 防住以后就弹开对手 哦 当然这个也就是要消耗能量 比你挨打的时候反击可能会好一点 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你 我居然防守的时候 使出防御反击被打了一个counter 这个对手还能针对我的VR 这个有点像VR系统对不对 打我 这个防御反击系统看起来不是很靠谱的感觉 因为我会被人打你知道吗 完美防御 保持向下 受到攻击点时按下攻击键 OK这个是一个防反的系统 哇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在击霸的系统里面 一个blocking 架招格挡的一个招式 这个你可以通过 预判对手的一些出招 或者是确认一些对手远距的一些突进招式 可以做一个防反的一个手段 那投技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无法防御而且不会被击飞 那看一下演示 投技要怎么按 走到对手的身边的时候呢 按 大叉 后叉 啊这个后是 后叉是往后的吗 没有啊 这个是轻的 这个是重的 那轻的是不是可以连连招呢 轻的可以连连招 轻的投 投完以后好像可以连招 然后当对方同时输入投技可以拆投 那这游戏也是有拆投 就是对手在投你的时候 啊这样子就会进入一个拆投的动作 他投的话会有一个失败动作 但是他仅限于就是说 在接近到对手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动作 话说这个拆投其实很不靠谱 我觉得这个对局当中应该 应该不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不能乱讲 对不对 OK那这个 普通模式也已经做了 这个怎么 高级的模式 这个东西看上去好面熟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 新世纪福音造人计划 不是 不是造人计划 不是 这个叫什么 补完计划 人类补完计划 不是造人计划 OK那 安静喜欢看啊 就是机体处于空中或地面的状态 点击下笔冲刺 OK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空中战了吗 从空中冲刺 首先 向下 然后点击按钮 然后再上 这么复杂 下笔 先 先 先上 上叉 上叉 下笔 上叉 啊我懂 有点酷性 我觉得这还挺酷的 玩起来的话 应该还会挺爽快的 如果作为一个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手游上的格斗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搓招 而是这个系统真的够不够丰富 对于双方的选择够不够多 将受到攻击时按X 然后 然后还可以再防反 哦 准备实战 这东西感觉挺高级的 哎 我按走了 有点酷 有点酷 但是这一下为什么没有打通 你要往前走一步 还有点讲究 还有点讲究 有点棒 有点棒 如何能做到手游跟这个 端游能够做到公平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OK那我们这个第一个是测试 这个第一个训练模式就到这边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到第二个连段训练 它里面是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角色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选择一个我所需要的角色 话说这个角色我有点面熟 说真的有点面熟 那现在它提供了我这个一共是123567 因为这整个游戏当中 它还没有全部开发完全 包括像角色或者是像写别的东西 我们就不用说这里哪里哪里做的不对 我们现在就选这个造人计划 为什么我一进去以后 它给我的颜色完全不对 是个绿色的 这 这 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吧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连招系统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了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跳 难道 难道说 难道说跳是有什么特别的按键的吗 原来按这个 下面那个大插件就是跳 大插件是对应的一个 是A键 A键是跳 它跳的话 并不是通过输入上下来的 因为上下是需要通过去 组织键按一些招式的 OK 那我们这个就先不去管它 跳的话如果是按键 我还真就有点不适应 那先是四下方 快啊 就四叉 四个叉是一个基本点段 然后叉叉歪 OK 连这么简单的轮道我都跟不上 尤其的整体的打击感呢 可以说是很不错的 比如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 为什么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是按照它说的这个东西来按的 它并不能算我这个成功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打击音效不是很棒 但是我带着耳机听的时候 我觉得还算挺不错的 挺有力度感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连招它过不去 我明明有按它说的这个来领 但是这个 这个并不能连手 这算是系统的bug吗 那我我我只能说跳过了 我先看一下演示 说不定是我智力太低 叉叉 OK原来你的 原来你给的系统演示 也不是连招 我们来试一下 完全按照它一样的方法可以做 那应该算是一个小的系统的bug 那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段 先投 然后上歪上叉 先投 What 你这么慢的招式你告诉我 你能连得上吗 开玩笑 开玩笑吧 看一下演示啊 先请对手头上一发 然后 好吧你这个拿来做连段教学 我觉得有点不科学啊 那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 空中歪 空中歪 请问我的空中歪是什么 电光独龙转 这个招式我很喜欢 很棒 这个招式 有点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是 这 我直接从后半段来吧 后半 空中 这个 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打完以后 可以比 可以取消 这个东西打完以后可以取消 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就是说它的系统没有模仿 任何一款格斗游式的痕迹 我觉得这点是 非常棒 空中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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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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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真的能取消 还真的可以 为什么 他空中真的能取消 我 what that no cool 这不酷 兄弟 连不上 你知道吗 那我是不是又得看一下 所以我吃的有点饱有点打嗝了 看一下也是 他这里是抓头然后上挑 上挑走一个逆向 好吧当我没说 这个角色可能他的这个设计里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这个角色 我们不是这个角色 这角色NOT COOL 我们选一个这个拿剑的刀客 那个角色的话明显的就是说 他那个连招系统还没有做完 还属于内测阶段 我们不要太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选一个主人公这样子的角色 主人公看起来就很酷对不对 他可以拿个刀去戳别人 刀1234基本连段伤害也不高 看一下叉架 他是歪起手的 歪叉叉叉叉叉 这个就伤害变高一点点了 OK那这个歪起手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发现他可以把人拉过来 这个就很帅气 真的很帅气 OK那这个就差不多 下歪 下歪是这么酷的招式吗 下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他说的是空中下歪 是空中这样一个一个作斩 然后 并不能把人拉回来啊 我觉得这里面招式很多都很酷 但是为什么你告诉我 我并不能连上 我现在看一眼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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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了 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游戏 我就不在这边多去做测试了 因为我现在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他现在这个游戏 在这个部分他还没有做完 他还没有把这个连段的一个正确的内容全部覆盖进去 所以现在的话这个东西就不用去测试了 毕竟是封测阶段 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 你不能说这个游戏做的很垃圾 因为他 他是 他还没做完啊 OK那 呃 在这边的话我就 差不多先到这边 然后根据我们玩格斗游戏的习惯呢 肯定上来不会去跟人打 打ranking 而且现在的话我估计也排不到人 排到人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奇迹 这个肯定是这样 所以我就不去排了 这里有quick match 无论你选什么都排不到人 我们今天就打一下电脑 来试一下打电脑的这个手感 我觉得这游戏的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真的要把它打出来的话我觉得 肯定打的不怎么好看呢 我刚才看一下 为什么我刚才训练的那个角色 再到了这边压根就没有啊 公本羽OK龙奥天 那我根据我的喜好呢 我比较喜欢玩拳击手的角色 当然不会是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拳击手只有这一个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boxing的一个拳击手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登登 他上来还有这种beetbox 这个 就就就就就我们的感觉 电脑上来吗 碰不齿啊 这个有点历回有点尴尬的地方 因为你没有蹲 一旦你想拉后 你就必须要后退了 这个就很麻烦 我觉得 这里可以发波 按Y就可以发波 那我有个突进按下Y 就可以直接走对手的背后 感觉如果说对手 如果反应不值的话 很难防得住这一招的 我看一下他的招式的话应该都是 下歪 那上歪就是那个勾拳 那上叉是什么 上歪 上歪是挑衅吗 what is OK 上歪有挑衅 那一个挑衅下逼 冲刺 但是这个冲刺会把对手弹得比较远 会接不上 OK 这个电脑有点强 什么那个啊 我也可以爆 没错 他为什么有出什么招 都能架得住你 设计的电脑有点厉害啊 我真的说 也就是说他那个下A 这个格挡字 可能在这个游戏当中 主要是作为一种 对空的核心手段来的 我是这样的意思啊 他甚至在地面也可以用 你一旦架着对手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反击打得上一招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打到 对 赛了我就不去用这个东西了 因为一旦你扛住对手 对手是会有很多败招 什么的 然后我听说这个游戏可以跳取消 对没错 就是在你 他就是打完一招 连招以后啊 你可以跳起来 但是我现在就 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很不灵 真的很不灵 从整体的一个打击手感来看 还算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角色 AAA三连当中的第二连是打不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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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就是要求了我必须是要在一个近近的距离下面 才可以对对手造成一个连段的伤害嘛 而且 呃 这个游戏大招的话一定要等到没血才能放啊 他作为一个反击的手段来做的 那我现在先打一下第二个的角色 ok很酷 现在上了第二个 格雷姆看起来是一个桑杂尔夫类型的角色 你看他左路的样子 ok 我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A到D 第二下的时候就A不上去了 哦 哦 我刚才打了他三下以后 压起身 no 这个游戏起身应该会有第一时间会有一些伏地 或者怎么样 我好像不能压 哎 电脑也太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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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手好像不是很好用的 那个 那个促进拳打过去的话会被对手第一时间抢掉 哦 这游戏的系统感觉还是需要研究一下 并没有你看到的这么简单 就是说虽然他的出招指令上面跟传统的格斗游戏有一些不太一样 这应该是一个败招 我现在还不忧自主的再搓刀了 这个游戏其实不需要用摇杆 真的 用摇杆反而会有一种错觉 因为你想跳的时候你会拉上 为什么他每次可以特别的爆能量吗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他明明没有能量 但是他每次都可以爆 甚至我也可以这么丢 哦 这边防御以后 可以直接通过这招来反打就行 但是 但是这不酷吗 哦 他这里还有一点我跟你说就是 好像你 好吧 但我说错了 我以为就是说 当你连招徐销翘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前跳 他其实可以自己来决定 就是说你按三下A取消跳的话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 OK 我刚跳起来他居然抓了一个空杯 这看起来就很酷炫 因为你可以在天上乱飞乱蹦乱跳 你会有很多的变化 哇 这是个连招 超酷 但是你想要连太多的话 对手就会爆起 但是 但是确实 我感受到这个连招应该不是很复杂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的拳脚取消 然后用这个冲子再往前冲 啊 我其实很烦这个系统 如果你打的很爽快的时候 老是被人爆 而且他明明没有能量 但是他一直在爆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电脑 会有这样的bug 这个还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怪 真的非常奇怪 我待会再注意一下 电脑到底有没有能量的情况下 可以爆我 我就感觉我好不容易摸到他几下 他突然就啊的意思 就把我弹开了 我就连招还没有打上去 还没有爽出来的这种 突然一口气憋下去了 当然他也应该可以在电脑的这个 AI上稍微修改一下 我觉得打电脑其实不需要这么 这么难 真的打电脑真不需要这样 你不要让这个电脑老是一摸上来 就让你有一种很很不愉快的感觉 哎 看我这边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取消去 去抓对手 我现在快没有防御他 好 那他确实在没有能量的时候就不会用 但是这个电脑 只要在有能量的情况下 一定会试图用这个暴气来阻止他挨打 哎 看是不是 对电脑的思路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觉得这角色其实也不算很难 就是 我跳这种冲刺啊什么的 飞到对手 然后跳起来就可以无限连了 是应该这样的感觉 就像这样 但是距离一远就会连不上 但实际上他是有解决办法的 因为你可以 不用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 轻攻击点几下来 来到对手最后 然后跳起来再冲一圈 然后 因为我现在不是很熟练 我觉得应该稍微熟练一下的话 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打得比较华丽了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 但我如果说他觉得他是 如果是一款手游加PC的 双端的一个游戏的话 我觉得至少从游戏的画面表现力 从打击的一个手感上面来说 还算是不错 我个人觉得这个格斗游戏 而且他是有去颠覆一些东西的 不是说单纯的说我在抄谁 或者说我 不能说用抄这个字 不是单纯的去模仿某个游戏的系统 他的游戏系统是完全独立的 拥有这个开发者的一个 独立思想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这点也很棒 而且他把现在这个游戏 系统的简约性上面也做得很好 在简约性有的这个前提下 又不缺乏对战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做格斗游戏最重要的一点 做格斗游戏就是 如何让女人的对战变得有趣 而不是说我这个游戏 系统有多深多复杂 关键是他有没有提供 足够多的变数 让两个人可以打得起来 但我现在怕是这么说 然后我对这游戏根本就操作的不行 哈哈哈哈 啊我就真不知道这个连招该怎么样 该好了 啊我摸你你就 打你老话应该就是保住 为什么我跳不起来 他取消了应该有有 他有跳的现场 跳不起来 我很想在A两下以后跳成 但是我并不能 很帅很酷 攻拳 冲拳 再来一个攻拳 再来一个冲拳 我突然按出了一个挑战 我觉得以后有点比较不习惯就是 这游戏不能蹲的力回 不能蹲坑你知道吗 我很想蹲坑 OK那个大致的一个基本的评测 今天就做到这边了 这个视频也挺长的 你们很多人说要看长视频 我终于把这个长视频也算是做出来了 虽然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个游戏的系统分享了一下 那今天这个视频大致就先评测到这边 然后后期的话我会再去研究一下对战的部分 因为对战的部分的话 我还需要去找一些小伙伴来跟我打 当然他那个游戏的那个制作人 他会帮我去找一些人 然后大家会去一起来试玩体验一下这游戏 慢慢的去改 没想到我狗头其实也会有今天就是 拥有这样一个封测评测的一个机会 反正这个视频也是到时候他们也会看得到 希望他们不要骂我 因为我说的当作真的有一些地方 吐槽的东西有点多 OK了那今天这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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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